折服三年,《沙丘》第二部电影终于与观众见面,这部《明岛坐镇》众星云起,有着科幻借指环王之称的大IP,在第一部票房滑铁炉后,终于开启了《风神之路》。 入坑这部科幻史诗神作,就要从它独立的世界观和叙事体系开始,这些你所不知道的十个细节将帮助你由浅入深,从概念到背景到思想,了解这个未来的奇幻世界。 细节一,巴特勒圣战,《沙丘》不是架空世界,而是一个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但是物极必反,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回到了旧时代,这种倒退的本质原因是对人工智能觉醒的恐惧。 曾经,人类在殖民了各个星系之后,一个名为奥姆纽斯的AI,觉醒了思维和超强计算能力。 于是爆发了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人机大战,巴特勒圣战,人类胜利后全面禁用AI。 所以,电影中各族人并不像星战中的外星人,他们有共同的地球人祖先,你可以理解为,这些不同的家族的封地是各个星球。 进入沙丘世界后,你接受到的第一个设定是谁控制了香料,谁就掌控了宇宙。 这句话非常熟悉,仿佛是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地球。 然而,在沙丘的世界中,香料是比石油更高级,珍贵,神奇的资源。 因为这里的香料不是咖喱或胡椒,而是一种可以延长寿命,驱动行情,增加体能,控制人的精神,提升大脑能力的药物。 我们已经在电影中看到,主角保罗可以通过摄入香料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拥有了超强的计算能力,可以得到近似AI的从碎片中提取信息,进行计算可能性,从而预知未来。 所以在这个时期,科技的实力主要体现为一些机械和武器的文明,而人类的核心追求就是增强自身体能,强化精神和脑力,但是摄取过多的香料也会让外形变得越来越不像人类。 沙丘的故事就发生在唯一盛产香料的沙漠星球,厄拉克斯,这些各个势力的新人类,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守护自己的族人,信仰,以及争夺香料。 细节三,奇观。 《沙丘》系列的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曾经拍过《降临》《银翼杀手》,是好莱坞最具有个人风格的导演之一。 看了他的作品后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对巨物、奇观、情有独钟的导演。 矗立天地之间的宇宙飞船,可以吞噬万物的沙虫,辽阔无银的沙漠,配合上汉斯寂寞的配乐。 这种强烈的视觉张力,使得人们在其中无法藏身。 这种拍摄手法,习承自美国知名导演泰伦斯·玛丽克。 玛丽克是镜头对于奇观的极致描摹,不仅是内心的震撼,更是一次灵魂的冲击,可以让人们在观影的过程中,深入思考自我的存在。 细节四,沙虫和沙蜀。 在两部《沙丘》中,沙虫和沙蜀,穆阿迪布,是最为亮眼的两种奇特生物。 同时,这两种生物也是极致的,大和小的对比,以及悬殊的力量对比。 沙虫被弗雷曼人称为沙漠之王,一定程度上是沙丘电影中最瞩目的存在。 近500米的长度,血喷大口,令人闻风丧胆,被人敬畏,但是又可以被人征服。 在《沙丘2》中,观众们可以看到保罗成功将沙虫变为坐骑,不仅象征了人类极强的主观能动性,更加证明保罗已经在他的领袖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被沙漠正式接纳。 但与此同时,保罗的新名字又来自沙漠中极小的沙蜀——穆阿迪布。 这种沙蜀在人类面前都不堪一击,却能自行寻找水源,甚至引导光明和方向,不仅拥有大智若鱼的智慧,还是沙漠中当之无愧的生存之王。 征服了大,同时又拥有了小,掌握了力量的同时,又有脚下坚实的土地。 这不仅是沙丘世界中的生存智慧,更是领袖哲学。 细节五,水。 如果说香料是沙丘中兵家必争的资源,那么水则是沙丘世界中最珍贵的资源。 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甚至理解不了在地球上水可以从天降。 于是,你可以在沙丘二中看到,一个人的肉体属于他自己,但是水属于整个部落。 弗雷曼人永远身穿一套蒸馏服,可以最大限度保存身体中的水分,维持这些肉体繁胎,在沙漠中最基本的生存。 不能哭泣,不能呕吐,因为这样会浪费身体中的水资源。 一个人在去世后需要将体内的水抽出,魂归胜水池。 而这些代表着生命,存在的胜水就算渴死也不能喝。 另一种重要的水则是蓝色的生命之水, 是幼年沙虫被水淹死时,分泌出剧毒物质。 这种毒药可以让人获得系统的预知未来的能力。 但是只有姐妹会的成员,以及她们的血脉才能够化解毒素。 更多时候,生命之水代表着权力的具象化。 最后一种意象中的水,是沙漠之泉,是保罗的女友,沙丘女主沁尼在老家的本名。 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想象和祝福,同时也代表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对于潇洒不羁的女主来讲,无疑是一种枷锁,所以她更喜欢汽泥这个名字。 细节六,决斗。 沙丘是一部将古典之美发挥到极致的故事, 所以在其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欧洲传统习俗的遗留, 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决斗。 有很多观众为此诟病,说沙丘的科幻想象力有限, 在第一部中,前期展现了那么多逆天的科技, 最后一战,竟然又回归到了冷兵器时期, 还是一对一的斗争。 当然,无论是星战还是沙丘, 对于冷兵器决斗的热爱,其实都是古典之美的体现。 《沙丘2》中一段电影美学的场面, 就是哈克南家族新人《非德罗萨的成人》里, 导演非常大胆地放弃了后期调色的方案, 直接使用红外线摄影机, 拍摄决斗场的画面, 呈现出一种极其震撼的原始兽性和野性, 用古典戏剧的色彩强化了极权统治下的隐喻和怪胆, 也让沙丘的故事更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细节七,家族与势力 通过两部电影《沙丘的故事蓝图》 已经徐徐展开在观众面前, 厄罪迪家族,弗雷曼人, 哈克南家族,科瑞诺皇室家族和他的 萨多卡军团是沙丘故事中主要的四大势力。 他们之中有联姻,有互通的血脉, 也有合作,但更多的是权力的纷争。 在电影《没来得及》说的剧情当中, 现任皇帝帕迪沙野心强大, 杀死父亲上尉,却杜贤技能, 杀死了男主的父亲雷托公爵, 甚至对其家族灭门。 而这位皇帝的底气则来自故事中 人类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萨多卡军团, 借刀杀人是皇帝惯用的武器。 他故意将哈克南家族一直占据的香料产地 厄拉克斯送给了厄翠迪家族, 挑拨起了两个家族的纷争, 并借机铲除了具有实力和民心的厄翠迪。 每个家族也都有各自非常明显的文化和治国理念, 像哈克南的强权和崇尚武力,崇尚肌肉, 弗雷曼的部落和智慧,厄翠迪的民主与亲和, 科瑞诺皇室的华丽和野心, 这些多元的文化共同构成了沙丘璀璨的文化背景, 也各自有历史原形。 细节八,亲吻 有观众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哈克南男爵的身边没有儿子, 只有侄子? 电影则用亲吻隐晦地表达了原著中的设定, 哈克南男爵喜好男风, 对女性不感兴趣。 哈克南家族的文化背景非常接近于古希腊的贤者之爱, 他们喜欢阴郁气质的美男, 健壮的肌肉, 崇尚力量和思想,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权力, 尊重以及正面的感情, 要靠同性间的亲吻表达, 对于强者的道歉, 要靠亲吻靴子, 对于家族的崇拜和纪念, 要靠亲吻足灰。 细节九, 姐妹会, 女性角色和母戏势力, 一直是沙丘叙事中的重要一环, 从女主契尼, 到母亲杰西卡, 电影中出现了很多敢爱敢恨, 个性鲜明, 有勇有谋的女性角色, 在此时中, 独立于四大家族的势力, 贝尼杰瑟特姐妹会, 一直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形似女巫, 每天用沙虫分泌物保养的女性, 虽然没有健硕的肌肉, 但是三言两语即可控制人心, 她们才是故事中真正的隐藏大佬。 贝尼在拉丁语中是举止得体, 表现良好的意思, 而姐妹会实际上是一个带着宗教性质的女子特工组织, 她们会做沙丘衣中高光的痛苦实验, 也会用声音控制人心, 更能转移意识甚至疾病, 并且可以控制生男生女, 而几千年来, 她们最大的谋划就是通过血脉的交织, 制造出具有最强大能力的宇宙之子, 奎萨兹哈德拉赫, 所以姐妹会的成员都非常重视戒种, 按照计划, 男主的母亲是姐妹会和哈克南男爵配种后的产物, 也因为这次计划导致浩南风的男爵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得罪了姐妹会的成员, 并被姐妹会转移了毒素, 从肌肉美男变成了臃肿的怪物, 更是按照计划, 男主应该是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将和哈克南家族生下宇宙之子, 但一切的变数都源于男主的母亲动了烦心, 想保护恶催迪家的血脉, 于是多年的计划失败, 姐妹会中也出现了派系的纷争, 男主母亲杰西卡开始抛制观点, 将亲儿子送上审内, 这个非常具有母系氏族的思想和仪式, 在暗中挑战着宿命论, 与此同时也为英雄故事加入了更多的伦理戏码, 同时也在挑战父权, 心战故事永不过时, 人类的侍负情节也会一直伴随着反抗的基因, 或许走向中庸之道, 或许导致万劫不复。 细节时, 禅宗, 很多观众有所不知的是, 沙丘的作者赫尔波特精通中国的禅宗思想, 所以在沙丘中我们也能看到禅宗的影子。 物是禅存在的理由, 顿物也是人性, 沙丘中的顿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看到差异, 就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例如解密会的训练会包括禅宗意识, 但本质是利用禅宗的思想, 延续自我与外界的对立。 第二个阶段是无我,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当男主成功看到未来时, 他感受到了惶恐, 他极力对抗悲剧和堕落, 却因为政治牺牲了爱情, 成为了保护神圣而不计手段的人, 成为了自己的对立面, 在不确定性中徘徊, 从而走向消亡。 第三个阶段则是无我一体, 山只是山, 水只是水, 在这一阶段, 无我和自我之间的区别将被打过。 在原著中, 保罗的后代将不执着于空, 而是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可以促进发展, 所以原著结局中二元对立的打破, 带着人性的解放意识和乏碍精神, 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自由穿梭, 才达到圆融互射之境, 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所以, 在王子复仇记的外壳下, 沙丘想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而是对于技术、 未来与思想的种种思考, 极具探索性与普世价值。 期待沙丘三用辉红的笔触, 让这个史诗一样的软科幻故事, 跳脱太空割据的外壳, 真正成为想象与思考的代名词。 感谢观看,